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曼虎總統 創辦了 諸葛斯國務司長 中一大國務校長 詩大吳校長 還有蔡清宗理事長也是國家講座 曾大華國家講座 張華林中陳校長 新大副中陳校長 成功高中申校長 各位貴賓 各位老師同學 以及線上的儀會貴賓 大家早安 歡迎大家來到亞洲大學 今天很高興 有很多世衛學習領域的前輩領航者契林 即將關心世衛學習這個重要的議題 同時也非常感謝奈副總統 擺盲中 撥控清廷會場 以大家共同關心 跨疫情時代的世衛學習 也在座交易界的決策者 社會學習領域的專家學者 以及在第一線推廣 讓世衛學習的老師 及欣欣寫子們鼓勵 COVID-19疫情造成 產業的重新分配 也讓我們重新思考 工作及教育形態的多種可能性 英國PPC報導 一份事件調查組織 在經歷疫情的洗禮後 只有12%的知識型工作者 願意回到辦公室上班 高達72% 希望能夠結合演技 及實體辦公室的混層式工作形態 疫情為交易所帶來的衝擊 也引起交易實際性的疾變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2021年的統計 前9總計有超過90%的學生 191個國家 前面或幾乎實施停課 受影響的前9學生人士 已經超過10億的人口 那麼自疫情開始以來 前9學校平均晚前或幾乎停課的時間 高達5.5個月 同時有三瘋之二貧困的家庭 受疫情的影響 削減教育預算 意味著低收入國家 而高收入國家 本來就存在的預算差跡 將進一步擴大 疫情所帶來的危機 正好促進熱狗交易思考 如何建設更有效 更近任性 和包容性的交易系統 達到未來世衛品前的焰景 預計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 調查顯示 前後15到19歲 20到29歲上網使用率高達92.2% 及99.7% 但是在線上課程使用情況 則使用率為35.5% 跟27.2% 顯示未來台灣高中和大學生 在線上學習能有很大成長的空間 目前中亞聯大所推動智慧校園 智慧醫療、智慧金融、智慧學習 健康、大健康產業 在經過COVID-19疫情的吸引後 跟突顯其推動的必要性 跟迫欠性 同時也接軌奈夫總統提示了智慧國家的變景 台灣是科技的強口 善用與優勢 學校類似 積極以人工智慧、5G、大數據、物聯網、 虛擬實驗等科技應用、精準教育、翻轉學習 豐富對未來學習無限可能的想像 凝造世衛學習的環境 培養大學生成為 既對世衛素養的尖端人才 亞洲大學今年正值20週年 在這個跨疫情的獨特空間對比下 積極應用科技提升老師的教學能量 積極應對疫情下的世衛革命 將疫情所帶來的危機 有發展世衛學習轉型的力量 我們成立世衛學習中心 推動世衛學習白皮書 希望給學生助主學習 誇一學習 成為善用科技的世衛公民 亞大國際學院也在疫情下 推動吸引教患學生 讓台灣的高等教育 透過科技五眼佛爵 2020年亞大屬起線上悉尼教患 出起13個國家46頭大學 其中包括西加坡國立大學學商 亞大以悉尼出國線上教學方式 突破學生國際移動的困境 上星期參加亞大悉尼課等國際生531名 這星期以來自包括日本等6個國家 三十一手大學超過1000名以上的國際生 修習亞大前英文三十門網路的課程 亞大積極運用世衛教學的短實力 努力在疫情下的高等教育 走出一條創新的道路 疫情加速世衛短前的進黨 亞大目前積極建制5G的智慧醫療 年期5G的智慧校園、智慧學習、智慧教授等 智慧轉型的教育工作 積極推動亞大成為AI、USR的實驗基地 將AI技術覆蓋在大學社會責任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今年略業 也提出加速人工智慧的創新 可望加速地球勇士經驗 亞大在AI運用以繼初步成效 所在這個當中的家鄉台南市的 北門學甲養殖廠益 應用AI物理管技術 建制智慧能水產養殖系統 可降低20%的治療成本 增加10%的技術量 在台中市的故鄉 我們開花智慧型的周遊 降低漲幣設計率從12%到25% 我們都知道科務校長 常年在網路產業的房租也既成效 亞大已準備好在世衛檔橋中 以穩健的姿態 努力培養新興學者 成為具有專業能力 世衛能力 及獨立思考的世衛公民 最後 再次感謝當務總統 和各位國賓進入了參與 共同關心教科學界重要的 社會學習議題 在此也與各位分享亞大 20歲生路的起業 一路走來 從20年前的西瓜田 變成現在幾乎一文七席的花葉 校園 其中還有安恆總統全身設計的免術館 以及造福富翁在地 及中章地區的亞洲大學部署委員 各位的氣勵 也為亞洲大學20週年校進增添光彩 希望透過進入研討會 在座各位教育界的學者專家 和地方師更多對疫情或 教育面貌的新的思維 新的合情 相信今天能有所售後 也能撥碰新場亞大美麗的效應 最後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各位 我們非常感謝蔡京發授 我們現在發授的繼續在地 我們亞洲大學 賣向未來更美好的一個 下一個20年